特别是共产党出来了习皇帝 从共产党变成习家党 释放出了病毒 又整出了疫苗 现在白纸运动 现在是中国这么大 死几个人算求啥的这种 时代刚刚又到来 而且要把中国的所有的患病者输入全世界 这跟当年习近平所说的 我们一不输出贫穷 二不输出革命 你闲着吃饱冲着白人往中国干啥的 我不输出贫穷 不输出革命 我输出疾病 我输出病毒 就这几天这外国人跟我联系 我说你们继续跟共产党合作嘛 都开放国门了 到中国去勾兑一下 再一个接受习近平 把中国带病的人都到你们国家来 美国现在在凤凰城知道了 中共的从200年的WTO奥运会 从1.3万亿美元GDP到15万亿美元 这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给他的 所谓美国挣的钱 包括那个Look 包括那普恒那帮王八蛋 这些被黑掉的就是一年拿十几个亿的钱 它是什么 它是共产党拿美国钱来贿赂美国的司法 包括那华尔街那帮王八蛋 是吧 他们造的孽 是吧 他们都打了疫苗 那是共产党拿了他的钱 骗了他 偷了他的钱来搞 接下来就给了你病毒 共产党就是在美国和西方世界 利用你的信任 和你的贪婪 和对上帝的不坚定 和万福万神的不坚定 偷了你的钱 骗了你的钱 再拿了你的钱 再搞死你 然后呢 还要把你杀掉 还有你称他为上帝 所以尼古小王子那天演讲完以后 很多西方人给我说 他们说你们这两个人演讲完以后 我们对中国人重新认识 我听这话我很烦 你知道吗 我说你好像你很伟大似的 现在重新认识我们 是因为你压根就是狗眼看人低 你只看到中国人的钱了 你只把中国人当奴隶了 我们都是给你做那个耐克内裤的人 是吧 我们本来就那么优秀 是你们培养了共产党 你应该告诉我说 从他两个知道 中国人被你们这些西方的资本家们 培养了共产党奴役的东西 你应该有犯罪感 什么叫通过他们 才对中国人重新认识 什么王八蛋的话这是 是你们培养了这个魔鬼 叫我们来当成你们的奴隶 然后为了几个家族服务 纽约呢 中央公园一千多套 共产党的房子 难道你不知道吗 对吧 战友们 不要 所以你看 咱今天直播一天了 你看多少战友 去到这个理解程度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